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 最新人口平均寿命数据显示 我国人口今年的平均寿命值 为73.4岁 比起去年的74.5岁 少了超过一年 与此同时数据显示 我国女性的平均寿命 比起男性长出了4.5年 而华裔也是全国最长寿的族群 另外也有六个州属人口的 平均寿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当中又以雪兰儿人口的寿命最长 受到新冠疫情的死亡人数影响 国家统计局预计 2022年出生婴儿的平均寿命为73.4岁 比去年的74.5岁低上一年 其中男婴儿的平均寿命 从2020年的72.5岁 降至去年的72.3岁 今年更是来到了71.3岁 女婴儿则是从77.2岁降到77岁 今年再减少到75.2岁 至于今年才年满15岁的男女 统计局预计 他们平均还有56.9年和61.3年的寿命 而在60岁群体方面 当局预测男性还有17.5年的寿命至77.5岁 女性的平均寿命则是80.1岁 还有20.1年的寿命 65岁的乐龄男女分别还有14.2年和16.4年的寿命 至79.2岁和81.4岁 无论如何 女性在2022年的平均寿命 比起男性多出了4.5年 统计局还发现 华裔人口的平均寿命最长 男性为73.5岁 女性则是79.4岁 高于其他族群 以2022年73.4岁的平均寿命作为标准 全国有6个州属的人口 寿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分别是雪兰娜州75.2岁 布城74.5岁 纳敏74.5岁 沙拉越74.3岁 吉隆坡74岁 和沙巴73.5岁 在这三年 雪兰娜人口的平均寿命最高 过去两年 人口平均寿命最低的是登加楼 但今年 人口平均寿命最低的却是吉达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谈到平均寿命的议题 我国65岁以上的勒林群体 占了全国总人口的7% 被归类为老龄化国家 长期照顾问题也应该获得重视 考量到我国的勒林人口比例 在2045年可能逼近两成 民主行动党宣布 一旦新盟重新执政中央 将会成立跨部门特别吻会 提成国民关怀经济 和老龄化社区准备计划 重点关注勒林人士 在护理方面的需求 民主行动党宣布 比较评计划 行动党政策局局级宣言小组成员 李存孝表示 人口老龄化会让国家 面对各种挑战 对于护理的需求 也会大幅度上升 商家可以从中寻求新的商机 借此提升护理专业的服务水平 新盟希望在执政后 联合妇女部 贸工部 人资部 和不同的机构成立 跨部门委员会制定大蓝图 致力提升护理行业的服务水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